比較好處是說 感覺得到 撥得到 然後也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就繼續就 專心的去練完這個大腦技科學 感情科學 從小立志要當科學家的彭啟明 沒想到長大之後 變成了氣象專家 還拿到台灣第一張 氣象預報證照 而他的播報方式非常獨特 針對不同族群 設計了曬棉被害六狗指數 讓人直呼超貼心 如果氣象可以充分的轉化 讓他生活上面可以直接參考 而且有很多的因子 是你想像不到的 所以這個是氣象人員貼心到 送到你手上的一個方式 2006年彭啟明加入了 大愛新聞氣象團隊 面對天災不斷 他選擇用專業 改變民眾的生活方式 也從氣象主播轉變為說法者 證明上人告訴我說 你的氣象是應該再搭一台 特別是要給年長者 他每天出門的時候 就會提醒大家要注意這個氣象 所以提供給每個人能夠談天聊天 溝通感情的 是我們大概氣象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時速再加上事故的運動重量訓練 即讓他身體很好 對抗暖化 彭啟明例行素食從自身做起 還踴躍參與國際氣候會議 不單談氣象 希望彰顯大眾與自然界的關係 而這些點點滴滴全都記載在新書 天有可測風雲 大愛新聞 旅士宣檢員及台北報導 對 對 中文字幕——YK